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彦 各位晚上好 總編輯時間歡迎您收看 我是杜平 中國大陸的新華社10號報導 说最高人民法院就凯齐来案 卷宗丢失等问题 公布了调查结果之后 公安机关对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一厅助理审判员 王林钦涉嫌犯罪问题 侦查工作取得了进展 王林钦因涉嫌职务犯法 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 经北京市公安机关侦查 现有的证据已经表明 2016年11月份 王林钦因为对单位不满 私自将凯齐来案的卷宗材料 带回家中隐匿 后来为了销毁证据 而将材料销毁 2018年6月到8月份 王林钦受赵发奇指使 采用了偷拍复印等方式 获取了最高法院 涉密卷宗的材料 还和赵发奇共谋 伙同他人进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窃取了计算机内的有关的文件 那么2018年12月份 王林钦 赵发奇为达到混淆视听 获取个人利益的目的 涅造凯齐来案 卷宗丢失 以及王林钦受打击报复等虚假的情况 并将相关的材料交给崔永元 通过互联网发布 而为王林钦在网上爆料发文的 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10号在微博上发声明表示道歉 强调说坚决拥护任何中央调查组的调查结论 反思个人在此事件上的做法 并且表示很后悔真诚的道歉 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好 这个事情呢 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现在有基本的一个脉络 那么当然还没有最后的结束 我们暂时不予评论 好 今天的主要的新闻之一 就是对于朝鲜一周之内第二次进行试涉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达了不满 但称朝鲜仍然想要与美国继续谈判 但是并没有为下次的会谈做好准备 美国司法部当天证实 美国首次扣押了一艘朝鲜的货船 并且指这艘货船的出口煤炭 违反了美国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 特朗普9号在白宫表示 朝鲜当天发射了短程导弹 美国正在进行评估 并对此感到不满 特朗普认为 虽然美朝谈判可能继续进行 但目前朝鲜没有做好重新谈判的准备 而在9号当天 美国军方证实 在位于加州的空军基地 试射了一枚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 这是美国在5月 第二次试射同类型导弹 不过美国国防部表示 这是一年之前就制定好的安排 另外 美国司法部在9号发表声明称 一艘出口煤炭的朝鲜货船 违反美国和联合国制裁 在去年4月被外国海事当局拦截 当时这艘船只正在从朝鲜运送 25,500吨煤炭到其他国家 这批货物价值预计达到300万美金 美国纽约州联邦法院提交给法庭的文件显示 这艘朝鲜货船为朝鲜政府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 大量出口煤炭违反了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 不仅如此 这艘朝鲜货船的维护改造费用 都通过不知情的美国银行以美元支付 这也同样违反了美国以及联合国对朝制裁 目前这艘朝鲜货船已经被美国扣押 正在进入美国海域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朝鲜中央社10号公布了金正恩前一天 指导试射飞行5的照片 与此同时 韩美代表在首尔 举行了社朝工作的组的第四次会议 商讨半岛局势 朝中社报道 金正恩在指挥所了解了 各种远程打击手段的火力训练计划之后 下达了训练指令 报道称金正恩看着火力打击机动部署 和火力突袭表示满意 并强调人民军将继续更加紧握革命的枪杆子 保卫祖国 韩国总统文在寅9号接受韩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 朝鲜再次发射飞行物的举动 似乎是为了表达对美朝峰会 未能达成协议的不满 而正在韩国访问的 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比根 10号先在韩国外交部 会晤了外交部长官康金和 其后比根与韩国外交部 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杜勋 共同主持召开了 涉潮工作组第四次会议 美韩双方代表将讨论 因应朝鲜激烈发射飞行器 并探讨重启无核化的谈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朝鲜和美国的关系 最近好像开始有点紧张了 就是除了朝鲜试射导弹 导弹或者是不明飞行物之外 美国方面都扣理了朝鲜的一艘货船 当然美国其他的一些官员 对朝鲜也表示了一些不满 朝鲜对美国也发出了一些 非常不满的言辞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家担心美朝之间的谈判 特别是峰会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是不是有作用呢 从现在的角度来讲的话 前两次的峰会 固然使得朝鲜半岛局势 有所缓和 但是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而且没有涉及到很深入的 一些核心的问题 所以双方到现在为止 其实已经回到了原点 将来是不是能够举行 第三次朝美峰会 或者说第三次朝美峰会 如果举行的话 能不能解决一些问题 达到一些具体成果 其实已经是有相当大的疑问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就是从美国方面的 特别从美国的 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情况来看的话 就是朝美峰会这个模式 好像已经出现了很难持续的这种趋势 也就是说呢 就是说只是靠朝美双方的高层的对话 或者是说个人的所谓的友好的关系 能不能把这个复杂的问题解决了 其实这个问题呢 早就有人怀疑 那么现在两次峰会都没有取得进展 再一次让人家感觉到 就是朝美峰会这个模式 虽然这个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有作用的 但是呢 对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 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 将来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变数 特别是美国内部 这个特朗普政府跟他的 特朗普跟他的助手之间的 一些政策上的分歧 想法上的分歧 其实还是非常的明显 特朗普所想做的事情 其他包括他的这个国务卿 包括他的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等 可能不见得能够 这个完全的进行执行 所以各方呢 就是他们内部的各方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有很大的分歧 所以呢就是即使 在举行第三次峰会 我估计可能也很难达到 具体的成果 下面一条新闻呢 是在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 10号在北京举行 针对朝鲜半岛局势呢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表示政治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 已经进入了关键的阶段 各方需要坚持对话解决的方向 相向而行的路径 拿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出来 10号举行的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上 三方嘉宾都谈到了朝鲜半岛局势 但是都没有直接提及 朝鲜再次试着导弹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主旨演讲中强调 现在是朝鲜半岛核问题 政治解决的关键阶段 我们应当坚持半岛无核化的方向 坚持对话解决的方向 坚持相向而行的路径 推动制定出 合理解决各方关切 既实现半岛无核化 又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 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从而为促进半岛的长治久安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强调 朝鲜核问题由来依旧 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 需要各方持续努力推进 接受采访时 他强调朝鲜再次试着导弹 带来的只是短期的困难 日本驻华大使横景玉 在致辞中谈到朝鲜半岛问题 强调日中韩要以朝鲜半岛 完全无核化为目标 与国际社会开展紧密的合作 中日韩三方都强调 当前的国际形势严峻复杂 三方开展紧密合作 携手共同应对的必要性 毋庸置疑 凤凰卫视 霍维伟 刘剑 北京报道 我们再看一下伊朗的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 敦促伊朗领导人 应该一起坐下来 讨论伊朗放弃核计划的事宜 那么与此同时 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 已经穿越了苏伊士运河 到达红海 特朗普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希望可以面对面 与伊朗领导人 讨论伊核问题 然而与此同时 埃及国营通学社报道称 正在前往波斯湾途中的 美国林肯号航母 在当地时间9号早上 穿越了苏伊士越河 进入红海 到达美国第五舰队辖区 第五舰队指挥官 马洛伊9号表示 在必要的时候 会派遣航母到霍尔姆兹海峡 而美国白宫派出的 B-52轰炸机 已经陆续抵达 卡塔尔的美国空军基地 并将被部署在波斯湾地区 另外 欧盟和英法德三国 则发表联合声明 敦促伊朗要一如既往地 全面履行伊核协议 伊朗外长扎里夫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回应时表示 与其要求伊朗 单方面遵守一个多边协议 欧盟更应该做的是 遵守其义务 包括使双边经济联系正常化 而在伊朗 有数千名德海兰民众 在周五大礼拜后走上街头 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民众分伤美国国旗 高举打倒美国等标语牌 高喊口号 集会民众当天还公布声明 支持政府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抗议特朗普政府敌对伊朗的行为 宣示将和美国对抗到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围绕着伊朗的问题 现在好像形势越来越复杂 而且越来越敏感 因为现在很多的国家 特别是中东地区内部的国家 其实对伊朗和美国的形势 其实比较担心 现在航空母舰已经到了红海 然后就有可能会进一步地 对伊朗采取一个比较高压的姿态 那么除了经济制裁之外 外交孤立之外 那么现在军事行动又来了 美国所采取的策略 实际上对伊朗 就是实施一个极限的施压 极限的施压 迫使伊朗在压力之下作出让步 那么过去对其他国家 它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包括对朝鲜 也曾经过极限的施压 甚至是威胁对朝鲜 对消灭朝鲜 现在对委内瑞拉是一样的 极限的施压 就是最大可能的 在经济上 外交上 政治上 对委内瑞拉进行遏制 进行包围 现在对伊朗也是一样 都是同样的一个措施 那么现在就是在朝鲜 在委内瑞拉 其实都没有达到目标 那么在伊朗 是不是能够就是说 实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我想估计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因为伊朗跟朝鲜 跟委内瑞拉相比的话 它的实力还更强一点 所以极限施压的这种措施和策略 基本上对伊朗应该不可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虽然对伊朗到目前为止 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些损害 经济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但是要让这个政府垮台的话 估计可能也不大可能 那么现在的博尔顿 也就是美国白宫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最大的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极限的施压 包括军事武力的威胁 使得伊朗在判断当中做出个错误的决定 也就是开第一枪 开了第一枪以后 美国就更加有理由对伊朗真正的动手 所以现在在僵直当中 伊朗估计可能也是在判断自己的形势 美国方面也在等待机会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到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伊朗也不可能贸然的 对美国的军舰或者是其他的军事设施进行攻击 然后惹火上升 阴火上升 这个可能性不大 但是如果说这种僵局不打破的话 那双方该怎么走下去呢 好 下面是委内瑞拉政局 委内瑞拉政局现在还在持续的动荡 反对派扬言将在本周末 再次发起大型的反政府示威 凤凰卫视设置组也深入到委内瑞拉的街头 观察当地气氛和华人华侨的生活状况 现在来看特派记者郑浩发自首都加拉加斯的现场报道 我们凤凰卫视特派到委内瑞拉的设置组 是在5月9号的下午抵达加拉加斯 那么抵达之后呢 我们整个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呢 还是相当的平静的 并不是像西方媒体所渲染的那样 到处都是游行啊 到处都是军警 一路上感觉呢 是基本上如果不是在 示威游行的那个所在地的话 基本上居民呢 是感受不到一个紧张的一个气氛 在这个飞机上呢 我们也跟很多的当地的华人了解到 他们说呢 就是情况啊 在4月底 5月初的时候确实是比较紧张 那么当地的治安 社会动荡 另外呢 就是示威游行的地方呢 他们都比较少去 而且呢 确实呢 他们感觉到呢 现在委内瑞拉的整体状况要比两三年前要差了很多 那么 但是呢 他们说呢 就是在远离游行的地方 他们的正常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只是说 比方说停电的问题确实是比较严重 另外呢 就是通讯的方面也是比较差 和以前相比较的话呢 都有非常大的一些变化 那么当然物价方面 生活质量方面都有所下降 那么很多的一些商铺 特别是华人的一些商店 也都撤走了 另外呢 他们谈到呢 就是 比较担心的是 未来的一个局势不是很明朗 因为首先呢 他们并不知道 县政府能够坚持多久 另外呢 就是外国势力对这个 委内瑞拉的这个介入啊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他们确实是非常担心 好 现在请看一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的重要标题新闻休息一下 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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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杜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部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蒙主钦的邀请 于当地时间9号抵达了华盛顿 以美方就经济问题进行第十一轮磋商 刘鹤表示 期待中美在本轮磋商中 能够理性坦诚地交换意见 总体上我是带着诚意而来 我想能够在当前这种特殊的形势下 非常理性 非常坦诚地和美方交换意见 当然中方认为 在当前的形势下 加征关税 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对中国不利用 对美国也不利用 对世界也不利用 所以我们的出路 应该是有原则的 比较好的解决现实问题 最终呢 走向合作的这个 唯一的结果 刘鹤总理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要对中国加征关税 这个消息之后呢 在这种压力之下 中国代表团 还是决定来美国进行磋商 您觉得中国做 中方做这样的决定 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首先呢 刚才我说过 加征关税呢 不利于解决问题 所以呢 我们是表示遗憾 但是呢 我这次来顶着压力 就是表示中方最大的诚意 而且呢 我们想坦诚地 自信地 理性地解决呢 我们面临的一些分歧 或者不同 我认为呢 是有希望的 刘鹤指出 加征关税 对中美双方的经济 都非常不利 现在呢 中国经济 美国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说呢 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大家都会受伤的 现在啊 这个双方在挫伤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不应该伤及无辜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受到损失呢 我们感到是遗憾的 所以呢 希望找到最好的方法来解决 凤红卫视王佑佑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中国商务部10号就美方 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发表谈话 对美方措施深表遗憾 将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 那么中国外交部强调 中美要构建意义协调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需要双方相向而行 美国在当地时间周五凌晨开始 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 从10%上调到25%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数分钟之后 通过商务部网站发表谈话 称中方对此深表遗憾 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发言人还表示 第11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正在进行中 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努力 通过合作和协商办法 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下午3点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针对美方再次加征关税 没有做出更多回应 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 今天中午已经对外发表谈话 我现在已经注意到了 具体的实施措施 请你保持关注 被未到中美元首会晤问题 耿爽表示 中美两国元首之间 一直通过各种形式保持联系 谈到中美关系 他强调构建以协调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需要双方相向而行 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 符合两国的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的期待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 从中方一道共同努力 共同来构建以协调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在此方面 双方需要相向而行 中美贸易摩擦波折不断 在过去几天的记者会当中 诸多的问题都是聚焦在 贸易摩擦问题上 发言人反复强调 中方的立场明确也没有发生变化 美方清楚知道中方的立场 凤凰卫视 霍维维 刘健 北京报道 好 刘鹤副总理 这次到美国进行 第十一轮中美警报磋商 第一轮 第一天的磋商其实已经结束了 我想第二轮磋商应该差不多 现在美国时候应该差不多 在进行当中 那么再过几个小时 应该可以说 就是结果有可能会公布 所以在结果公布之前 我们确实不能够做出 任何一个 就是非常肯定的表述 要看结果而定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所有的国家 我估计都是非常关注 特别是跟中国和美国 有密切贸易关系的国家 都非常关注这一次的磋商 那么涉及到关税的问题 特朗普宣称 他自己认为说 他加征关税 这个是最便宜 最容易 而且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让资金回到美国 进入美国的账户里面 进入到美国的财政部 但是今天我非常多的 认真的仔细看了 美国的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媒体 其实对这个征收关税的问题 美国的媒体 其实有很大的分歧 一方面当然有的一些比较 对中国其实态度 不是很友好的那些 政客或者说企业家 就是说好像 这个加征关税是对的 但是另外一批人 相当一批人 包括一些企业家 跟中国这个关系很 就是说经贸关系很密切的 合作关系很密切的 那些大企业 还有一些零售商 批发商 或者是一些厂家 其实都非常担心 因为说呢 就是第一个 就是说加征关税之后 其实呢 就买单的还是美国 普通的一些消费者 也就是说这个钱 还是从消费者上出来的 特朗普说的没错 那个加征关税之后钱 可能进入美国财政部 但是这个钱 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 美国的消费者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美国的企业家 可能比较担心 他们担心可能一方面 就是来自于中国的 那个一些产品 特别是包括一些部件 零部件或者原料 价格上涨之后呢 对他们的企业发展 应该是非常的不利 所以今天我刚刚看到 就是彭博社 发布了一条新闻 就是一些大企业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说这个加征关税之后 我估计这个制造业 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产业 我估计可能会损失 相当多的这个就业机会 差不多总是差不多40万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这个加征关税 对谁更有利呢 我觉得就是对美国 他们也 特朗普也 大概也不会想到 不会看 不会希望把这个事情 给挑出来 他只是说对他 美国有利 所以对双方都不利的事情 美国都在做 所以就是从谈判的方式 来解决目前的争纷 应该是必须要做的 而且必须要认真的去做 好 下面一条新闻的是 美国白宫9号表示说 总统特朗普计划 提名代理国防部长沙南汉 正式出任五角大楼的掌门人 沙南汉在消息宣布后 不久发出声明 对被提名出任防长表示荣幸 一旦参议院通过 他将继续推进 特朗普的国防战略 56岁的沙南汉曾任波音公司高管 今年1月前任防长马蒂斯辞职后 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他 获提拔为代理防长 在进入国防部前 沙南汉从未有过军事 外交等领域的从政经历 而他的商业背景一直备受争议 被指优待前东加波音公司 违反道德协议 不过国防部督察室经过调查后 上个月已为他澄清疑虑 据美国媒体报道 沙南汉是美国创建太空军的 主要支持者之一 在特朗普政府制定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坚定支持特朗普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修建隔离墙的政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最后请你浏览一下 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的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儿结束了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祝你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